手游酷玩 我们的雪球 这个小雪球僵尸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版僵尸 只是这个滑雪的僵尸 等它出现 你就会发现 这个僵尸好像以前在哪见过 这里没有 回头就是一枪 你打中我 我打中你 但是我的伤害是致命的 这里再扔一个大脑 先扔个不僵夹 以防止僵尸跑掉 哎 出来了 这个滑雪的僵尸 一就是补僵夹 你看他拿了一个冲浪板 这是滑雪板 所以说这个滑雪僵尸 就是冲浪板的一个完全复刻板 他跑一跑 还会用滑雪板挡住后面 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猎疆枪 是无法攻击掉它们 只能等它把这个板子 举过头顶 就跟之前的海滩关的 冲浪板僵尸是一样的 哎 还好跑掉 这么厚的血量 这是一排四个 三四一十二 十二个血 也抵挡不住 我们一颗电球啊 看来特斯拉武器 还是超级强悍的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破文 这个滑雪板子 两个滑雪板都要跑了 抓住一个 还有一个 哎 漂亮 全部抓到 这边看看 是这个普通的冷血球殇尸 谁要他打不到我们 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 但其实他的这个威胁还是挺大的 如果他的防御比较高 就比较难打 等到出来一颗电球 全部见到 也是一个完美抓捕 现在可以回去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东西可以压榨一下 继续压榨这个僵尸 好的 再次摆入一些 这一关就看他了 好像是42级还是46级 才可以进入第四章 还是比较期待的 但现在还是为时过早 因为这一章我们需要玩 我感觉差不多 37左右吧 如果能爆竿一下的 那么很可能更快就可以来到这一关 哎 跑掉一个 又出现了 没有电到 电三个 还行 跑一个的话没关系 并不是我们主要的僵尸啊 这边是滑雪 这个八格雪的 他就是穿这个 铁甲 这个桶要小一些啊 那么这个游戏 我给出的是五星评价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推荐 大家去试玩一下 12格雪的 弄球啊 感觉条跑掉的样子 12格雪量 你敢想吗 哎 电到 一定要规避他的这个发射距离啊 那么本期游戏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手游扣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